画面上是寿山路通往驿正公园的三叉路口 许多民众在附近散步或运动 当地民众反映有过马路的需求 但现场没有斑马线 而路口附近有一条四有若无的斑马线横跡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来厘清并解决过马路的问题 万一在这个地方刚刚好发生危险 到底责任是政府的还是民众的 这个有疑虑 因为现在大家为什么会知道 就是因为你在那个地方贴了那个 在电线杆栏贴了那个公告 说走过去要罚钱 可是外地人不知道 我们在地经常在这运动走路的人都知道 但是外地的人都不知道 他就说这就是啊他就走过了 就会有这个情形发生 针对民众的陈琴 市议员郑文婷会同市议员陈宜 陈君佐邀请市府交通处跟都发处等单位 到现场会刊了解 交通处说现场看似有斑马线的痕迹 其实是过去已经涂销的斑马线 因此议员也要求尽速处理干净 避免造成民众误会 另外也请市府针对行人过马路的需求 尽速邀请各单位另外办理一场交通评估会刊 这个画质斑马线就是要让行人走啊 那为什么又把它图销掉 然后跟市民讲清楚说明白啊 那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图销掉 你的告示牌要弄得清楚 不是像对面一样 用个小板子起来那边就知道 就醒了 你应该是这个 这个行穿的地方你就要设置啊 而不是在对面设置啊 民众看不到 中正公园、玉政公园是我们金融市民 很常来的来这运动或者是来乘跑或者是乘走的这个公园 那其实呢 这是之前在公园管理科他们就是误化了这个斑马线 导致市民朋友就是想要穿越 但是 呃现在我们据了解就是这 这边是属于下坡路段是不能设置斑马线的 那交通处这边呢 也答应说会尽量 尽快的把它图销掉 不会误导民众就误穿这个斑马线 首先感谢我们交通处 他们为了避免造成民众的混淆 他们同意在这个 虽然线不是当初不是他们画的 那他们同意要在明天 就廉价之前赶快把这个处理掉 避免民众误导啦 然后以为说有这个斑马线 他们可以穿越而造成危险 那在这一个三叉路口的地方 他们距离这三个方向最近的人行道 一个是380公尺 一个是400公尺 那距离市长官邸那边的这个人行道最近是160公尺 那民众如果要穿越马路 变成他要来回走了两趟 也就是说至少都要走300公尺以上 他们才有办法穿越这一个路口 那么我想这对民众来讲是不方便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也希望交通处能够在四月底前来再一次召集这个交通评估的一个会刊 找相关的单位一起找出一个最佳的一个解决方式 如果说能够因应这个地形 地形的关系来给行人 还有这个自行车 就是帮协助运动的这一些民众 让他们可以跟这个车子彻底的分道 让他们能够走得更安全 这当然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不过这个可能是比较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 那也希望市政府能够有做相关的一个规划 陈情民众感谢议员共同来关心路口安全 议员也希望市府相关单位能集思广益 让行人通过这个三叉路口能更安全更便利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